韩志明周末晒与妈妈外出照 全黑造型吸引了人们的视线 12月3日 韩志明上传了多张照片 称小确信Mom 在公开的多张照片中 可以看到韩志明从清晨开始就和妈妈出门 直到夜幕降临 母女俩晚上在路灯下的影子被记录了下来 本以为韩志明只是单纯的和妈妈一起外出游玩 直到看到官方上传的做慈善的贴文 才得知韩志明代妈妈一起参与了义工活动 热衷于社会服务活动的韩志明今年10月受到征服的表彰 获得了国务总理表彰 而经常做志愿活动为弱势儿童募款 捐款等善事的他日前代驻赵银成 林诗梅等艺人 近日一起参与了煤炭赠送志愿活动 12月的韩国已开始入冬 气温更是降至零下 12月2日韩国志愿组织同行者 和国际救援机构韩国JTS 从下午1点至下午3点 为首尔江南区九龙村居民分送蜂窝煤 通行者当天共送出了4000块煤炭 每户家庭200块 共20户家庭 通行者过去每年两次持续进行JTS街头筹款活动 分别在儿童节和年末 但由于过去几年的新冠疫情影响 而未能继续进行 继去年之后 今年作家罗希庆和演员赵银成 韩志明 李诗燕 曹慧精 林诗美 李上锡 白程道等150人 与JTS一起参与了煤炭赠送志愿活动 在忙碌日程中出席的医人们表示 能够提供帮助真是太好了 搬运煤炭时连接在一起的手 让人十分感动 自2004年起 一直在同行者做志愿活动的 卢希精作家表示 我希望再一次不希望每一年都能参加 与传递温暖的煤炭分享活动相比 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非常感谢给予这个机会 演员韩志明还向JTS捐赠了5000万韩元的善款 所属社BH娱乐表示 韩志明自2007年开始直接参与JTS的筹款活动 积极奉献爱心 这笔捐款将用于消除饥饿问题 并为全球儿童提供教育机会 1982年出生的韩志明自2007年起 每年都会参加JTS 国际消除饥饿疾病文盲机构的各项慈善募款活动 并担任韩国JTS宣传大使 至今从未见断 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便是2019年与好姐妹韩笑周 一起在街头募捐的活动 两位韩剧女神的同况非常养眼 让不少网友大赞 人美心也美 而两人的罪萌身高差 也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 当时活动的主题是 请成为饥饿的地球村孩子们的妈妈 宗旨在向长期营养不良 疾病得不到治疗 而濒临死亡的儿童提供奶粉 断奶食品和医药品等援助 当天出席还有演员裴宗玉 尹素宜 徐智慧 林世美 朴幻希 以及作家卢西京等 活动当天的新闻照片中 韩志明与韩笑周同况的画面 在网上引起不少讨论 原来是因为两人竟然有罪猛身高差 身高160厘米的韩志明 与身高172厘米的韩笑周站在一起 很明显看得出至少矮了半颗头 韩志明看向韩笑周的时候 还需要样视 其实韩志明从学生时期开始 就热衷于社会服务活动 韩志明因为奶奶身体不好的关系 曾立志成为医生 希望接此能照顾奶奶 但某次到保育院做志愿者服务时 在育幽院看见孩子们天真浪漫的模样后 保育院孩子的反应 让他萌生考取社会福利专业的念头 希望能帮助更多孩子们 也为此考上社工系 后来成功进入到了首尔女子大学社会福祉学系 才开始考虑将演员作为职业的想法 韩志明认为与社会工作者相比之下 成为可以被更多人所熟知的明星 反而可以带来更大的影响力 希望能让更多人重视公益事业 如此善良的举动实在太圈粉 多年来他也持续投身公益 不仅担任韩国JTS宣传大使 更因热衷公益活动 因此获得韩国总统收语的名誉消防官 并且韩志明今年10月 还和IU也在金融日纪念仪式上 受到征服的表彰 而经常为弱势儿童募款 捐款等膳食的韩志明 今年10月还和IU也在金融日纪念仪式上 受到征服的表彰 分别获得总统表彰 与国务总理的表彰等殊荣 热心于公益事业 林富平的欧尼更被网友大赞 人美心也美 并且在她的影响下 好友韩孝舟也加入其中 18年她便与韩国绿色雨伞儿童财团合作 为不幸患病 而且需要长期住院的儿童 设计他们的衣服 成为1004名穿上梦想衣服的计划 前四的韩语与韩语中的天使相同 是韩孝舟自2017年年初起 与多位医生 护士与服装设计师合作 目的是希望为那些不幸生病的小朋友 虽然每天不能外出 但也可以穿上有他们自己绘画 并透过韩孝舟后期加工的新衣服 让他们心情好起来 可以快点击倒病魔 韩孝舟自己也亲自捐出1004万韩元 支持此计划 希望面对困难的情况下 孩子们也不要忘记梦想和希望 更希望唤起大众 能够给予他们温暖的关心和帮助 在20年全球共渡难关时 韩孝舟向全国载害救护协会捐献了1亿韩元 这笔钱将用于购买口罩等防疫物品 帮助一线医务人员抵御疫情 韩孝舟去年曾为江源道火灾受害家庭 捐献2000万韩元 还曾多次为低收入家庭儿童 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捐款 并且首尔相巴佬 向观众介绍了他的故乡青州 节目的片酬全部捐献给了 帮助未婚母亲和未婚父亲的慈善机构 今年夏季韩国遭受暴雨灾害 韩国明星们也纷纷捐款 向洪水灾民伸出了温暖的手 韩孝舟向希望桥捐赠了5000万韩元 以帮助洪水灾民和受暴雨影响的地区 韩孝舟表示 我无法想象全国各地 因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 而遭受损失的人们的悲伤 忠心希望洪水灾民能够早日康复 他表达了捐款的意愿 韩孝舟的捐款计划 用于暴雨收损恢复 为灾民提供救灾物资 以及未受暴雨影响的邻居 提供住房援助 而这次和韩志明一起出现的 赵云成也常常低调做公益 为善补育人知 要不是有媒体爆料 民众们根本不知道 他私底下竟然做了那么多事情 并且一做就是12年 甚至因为做慈善而得了奖 而他又将这笔奖金又一次捐了出去 就是不知道他们啥时候 能带着韩孝舟一起 在线景点名场面 从2011年开始 赵云成就持续捐款给首尔亚山医院 帮助需要接受治疗的患者 多年前他又捐款五一韩币 帮助非洲坦尚尼亚中部地区的 新吉达区域建设学校 大概有近460名学生受贿 当地因学校不足 导致许多孩童从小无法接受教育 慈善团体为了在当地建设学校 而努力筹措建校经费 10月24日举办的第13届 有美艺术人赏颁奖礼上 赵云成备授予Good People奖 随后他就将2000万奖金 再次捐赠给了坦尚尼亚的孩子们 用作他们的教育福利基金 赵云成在发表获奖感言时 透露了自己参与到慈善事业中的契机 称身边有长辈告诉我 掉进金钱的陷阱中极其容易 前期事业又毒 如果去除掉这些前毒 你也会有福报 于是我抱住自私的心 想要去除前毒而开始了捐助 后来我又听说毒用的好 也会适要 这些要帮到有需要的人 而回到我身上的就是这座奖杯